我们把握时间为听众朋友们解答问题 有个听众在我们24小时留言电话留言了 他说他今年19岁 那19岁呢 他的这个养父母对他有精神虐待的情况 有时候还会给他一些身体虐待 身体虐待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刑事罪啊 他的这个养父母给他精神虐待 还有身体虐待 他想问说该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申诉的管道 他可以去跟人家求助的 那他已经19岁了 是不是就算成年人了呢 那如果是个他想要告他的这个养父母的话 可以做吗 怎么做呢 是报警吗 还是直接去法院呢 那他自己最近他自己觉得啦 他有精神分裂的这个情况 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些虐待到 至于他身体上有这种永久伤害 或者是很不舒服的这个状况的话 有没有办法呢 法院可以判给他的这个养父母 可以赔偿给他个人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赶快请出这个专精家庭法的律师 我们杨安丽律师事务所的杨安丽 杨律师请他来帮我们分析解答一下 哈喽杨丽西早安 小米早安 这问题是不是听起来 有点恐怖耶 怎么又给他精神虐待 还身体虐待 而且19岁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长期的这个虐待了 这个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是遇到了在自己身上发生了 有什么保护自己的方法 可以啊 所以他已经19岁了 所以19岁的话是成年了 18岁以上就算是成年了 那成年的话 他第一不用跟他父母再住在一起 所以他如果是小孩子没地方去的话 那还有个话说 好像小孩被虐待要报警 可是他是大人的话 大人他不用住在那里 那如果他住在那里 然后被虐待的话 他有刑事的方式 还有民事的方式可以来解决 刑事的方式他就可以去警察局报告 那警察局如果有足够的证据的话 警察可以把这个父母抓起来 然后就有刑事罪了 那民事如果他是想要告他们 赔他金钱以上的损失 损失的话 那他必须要有证明说 他的损失是怎么计算的 有多少 怎么样计算他多少钱的损失 有可能是要看 他有没有去看性能医生 他有没有被送到医院去 有这个医药费 他必须要有这种损失 这样子去民事告他们 才可以赔到钱 刑事民事不同做法 所以如果是刑事的话 赶快去找警察 把你的情况 比如说你是被他打了 或是怎么样虐待你啦 你这些证明要提出来警察 才能够做下一步的这个动作 才能做这个刑事 那他是19岁 没错已经成年了 万一他这个情况 因为他说是养父母嘛 可能当初这个被收养的时候 有监护权的这个爸爸妈妈 他自己觉得是被欺负了 如果是18岁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还可以回去追溯回去 去告他的这个养父母吗 这可不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 这个的话 那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是民事要告的话 也要有知名说 他18岁之前 有多少的损失 有怎么样子 看医生 如果他现在还是18岁以下的话 还是小孩子的话 那如果被报告到警察局的话 这个有个特别的 这个小孩的保护门 就会把他从这个父母的家里带走 然后带到这个政府里面去 有其他的人抚养他 哇 这事情是可以非常严重的 所以务必呢 要这个妥善解决 那他自己说的这个民事形势的 这个希望我们这位听众 你有听到我们杨律师的这个回答 如果是真的有身体上的伤害 或者是不管你现在是几岁了 是小孩也好 你是大人也好 有人伤害你的身体 这个绝对就是很严重的这个形势罪 绝对要赶快去报警 谢谢我们杨安丽律师的解答 谢谢大家